这个影片要来分享 Mercy Tutu 跟这就是闺蜜的联名 先谢谢各位这么喜欢这就是闺蜜的联名款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兴奋各位 谢谢 我们这就是闺蜜呢 我跟Liz Nancy 各有自己非常爱的款式 我们的风格都全然的不同 我本来就非常爱尝试各种款式 所以我也特地拦截了几款 Liz和Nancy有个示范给你们看 在示范之前我先讲我的翘的款 Top前三名 第三名就是 我的字母T跟渲染洋装 T恤呢真的就是每个人穿看起来都很瘦 可爱 日常好搭 加上它价格非常好入手 所以很多人都买两三件或是包色之类的 前几天我看它有一整周的时间 黄色都是断货 就是完全不能买的 但是现在好像又有了 所以赶快去 那总之每个颜色还可以预购 又或者是还剩一点现货的 赶快去逛好不好 我们联名款不会一直都有就对了 Chen的洋装太好看了 目前好像是最多人跟我分享 穿日间感觉心情就是非常好 很夏日的感觉 色彩又漂亮 这样穿这样穿 随性榜都非常好看 加上它的布料质感 还有价格 整个都是非常的迷人 所以它现在每个尺寸也是预购的状态 全部收到 全部收到了吗 对 现在吗 SML全部都买了 对 不能拿 腰瘦 我影片做出来的时候 我在用文字跟你们讲说还能不能 这件洋装比较多人问我的问题是 因为我平常穿S 然后身高170 我就拿M 原因只是因为 比较娇小个子的女生 长度会刚好不会太短 可是高个子的话 这件就有可能会比较短 所以我就拿M M也不会穿起来太大 因为它其实本来就比较属于宽松 很随性的穿 所以我觉得这件比较是那种照身高 更高的话你拿L穿 也不会就是太过大 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第二名 是这个西装外套 也是无论谁穿 都会看起来超顺超好看 非常的修饰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型 一开始我看麦最好的当然就是米和白 因为夏天嘛 它又是短袖 但我影片做出来之后 我不知道还会有尺寸 也是很多人一直都会问我 正常尺码拿就可以了 我有朋友买这个是打算就是秋冬穿 他们非常非常的怕热 干脆里面就是穿长袖 外面再套一个背心啊 或者是短袖外套 就觉得非常舒服了 所以这个到秋冬也非常的实用 我有看到有人分享说 他觉得这个外套会有点皱的状况 西装外套其实大部分都是会有皱的状况 那我呢习惯烫好之后 穿回来就都是挂好的状态 你出门回来之后 你怎么保养它 跟你长期怎么 保养衣服当然就是很重要的啦 这件呢基本上 烫米之后穿起来 可以维持在有非常好的状态 有时候其实你买质感非常非常好 价格非常高的 反而比这种还更容易皱 因为它就是布料太好的关系 更容易刮到或更容易皱 所以其实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非常可爱 然后保养起来已经让我觉得是容易的状态了 所以第二名非常受欢迎 再来第一名 当然就是酷群 真的是卖到爆了 买回去的人啊 他一穿就觉得 哇穿起来也太好看太方便 然后又看起来非常的瘦 又很修饰 这个颜色是卖最好的啦 那黑色白色是最基本 白色会有人问我说 会不会穿起来看起来比较胖 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适合白色 只是会不敢尝试白色的下半身 不敢白色你就尝试你色看看 身形更好很修饰之外 会发现 诶原来你下半身很适合浅色哦 蛮多人也跟我分享说 他腰臀比会变大 看起来身材更好 腰看起来更细 然后臀部看起来更翘 整体都太好看 加上价格又很可爱 所以他就回去再包色 说真的你再穿个两三年 你都还会觉得这件非常好搭 也有人跟我分享说 他的身材是要穿L到XL的 但他穿这件裙子 他觉得他看起来像穿M的size 我本身就是穿S 有没有 松颈带就还很大啊 那有可能M的人穿S 束腰的地方会稍微紧一点 我小助理是穿M尺寸的 穿S的试看看 会觉得很累吗 我觉得可以 可以哦 他还蛮喜欢的 哈哈哈 所以是可以 但是我是觉得 可能你要斟酌一下啦 之后还会不会有这布料 是不知道啦 但现在还可以预购 必买 特别讲一下这一件好了 有部分的人呢 他觉得穿上之后 他觉得肩膀会掉 当时就是请Mersie Tutu的小编们 还有总监室的时候 大部分不会有一直掉的状况 当时我也有想过 会不会掉的这种状况 我是偶尔会啦 但是因为他们就是比较不会 我就想说 有可能就是肩宽的问题 比如说你肩膀是比较窄啊 或者是真的肩膀太小啊 或者是你上半身真的比较短啊 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这种时候 你可以自己小小改造一下 我来示范给你们看 找个白色 或者是肤色 或者是你喜欢什么样颜色的缎带 都可以 你喜欢比较粗一点缎带感 也是可以的 尖线在这边 然后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 封起来 我先暂时用灰溫针 固定一下 就是这样子在背后 两条 尖线往后一点 把它固定在里面 再把它绑起来 绑在背后 非常的可爱 又不会掉 穿起来感觉 前面没有什么改变 你不想要前面稍微看到 你就再往后移一点 后面看起来就是这样 你也可以带子长一点 让带子就是整个长下来 它头发遮起来 其实就完全看不到了 很多那种蕾丝系的缎带 白色米色都非常好照 刚好很搭配就是有这些蕾丝 比起一般的那种素色缎带 会更配这件衣服 容易会有掉下来状况的人 可以这样子做 它就完全不会掉 我的Top前三讲完了 我现在要来穿栗子 和Nancy的款式 栗子这一件洋装 非常的舒服轻松 所以 就包了两色 它落在差不多骨盆的位置 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形 当然你要注意一下内衣 我就是有很多素色的内衣 所以我就直接穿我觉得好舒服 例子它这次也有BRA T 有个罩杯在里面 穿一个这个 然后再穿这个洋装 反正它就是宽宽松松的 然后白起裙白来 也非常可爱 比较多人好像是买米色安全色 中橘色 会怕说穿起来皮肤会不会比较黄还是怎么样 其实是很称肤色的 橘色真的已经代替过去很受欢迎的酒红色 你如果没有橘色的东西 就已经是过去式了 专橘或是橘色系的东西 在现在来说非常的重要 你整个人看起来迷人 才是重点 然后类子的这个BRA T 细节是在于它后面吗 有一个类子 小金牌 穿起来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不用穿胸罩 那也不是说会帮你脱的很挺 但我已经觉得脱的很漂亮了 肩带就是比较细的 胸部尺寸在低以内 我觉得这件其实都是ok的哦 这个我不知道它是卖的最好 但是这个就是一下就卖完了 都是预购状态 我也很喜欢类子的这一个花包裤 扣子是夹的 它是拉链 就很方便 然后它这边有没有 有这个小开叉 很可爱 这个花包裤呢 我拿到的是M号 因为我只抢到M号 好 裤子真的还蛮可爱的 因为它就是整个把腰遮住 更适合穿就是比较短的上半身 或者是比较合身一点的 它也会让扁身的人看起来比较像圆身 有弧形的身材 就很像我的裤裙 你看搭我的裤裙 多搭呀 假绑带的感觉 但是就是非常可爱 说有多青春就有多青春 哎呦你看这个绿色 搭我这黑色的牛仔裤 哦有多好看啊 又有型又有瘦 身材会看起来超好的感觉 这件破坏的牛仔裤 绝对值得包色 买到这个的 都来跟我讲出这件牛仔裤 真的很厉害 它首先就把你的大腿先包起来 但是这边又露出来 大腿直接看起来瘦了两寸 不会露屁股蛋 但是又是今年流行的裤型 重点是它这个高腰的 它也不会让你的腰肌肉 你看起来比例更好 要买蓝色好还是黑色 感觉完全不同 那牛仔裤又是非常百搭 从来都不会退流行的 真的很难推哪一色 因为两色我也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爱 穿过绝对就是爱上 就还在继续称赞我自己的款 好了 再来就是Nissy的款 我觉得它就是比较偏向都会女性感 正式一点的上班族感觉 她自己平常就很爱穿的这种背心款 非常舒服的那种材质 哦 大腿的破坏裤也好好看 那我破坏裤多百搭啊 整个就醒起来啦 搭西装非常适合的短裤 然后夏天就是也是很百搭 对我来说白色短裤就是我也非常的喜欢 后面就是这种感觉 Nissy这个西装外套呢 我也是包了两色 搭什么都好看啊 有点像那种棉麻 是满夏天那种感觉 侧边是有开叉 然后口袋有没有是在侧后 很有巧思的口袋设计 这种领子一穿上就是霸气两个字 主管现身的那种感觉 有小垫肩在这边 非常适合我 因为我肩膀就很小嘛 肩膀要出来啊 个人是没有很喜欢就是扣那种西装扣子 但是我觉得它这样子就很好看 我最注意到的就是袖口是皱褶设计的 那因为它个子比较娇小一点 我个子比较高这样穿的话 大概是这种感觉 还是蛮多就是个子娇小的 所以我就觉得适合大部分女孩子 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啊 因为袖子的感觉就很随性 可以这样子拔起来 而且它材质摸起来很舒服 扣扣子也是比较喜欢扣稍微下面一丁 一般穿是这样 我会往后稍微这样拉 韩式流行穿法 就是衣服不能穿好 那么无论什么颜色 就是霸气 好啰 那就这样子啰 你最喜欢哪一些 也非常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你的穿搭 我很喜欢看大家不同的穿搭感觉 然后也非常开心兴奋跟感谢 喜欢我们这就是鬼迷得词的联名款 再来就是赶快再去逛啰 毕竟联名就是很难得嘛 之后还会被有 当然就是不知道啊 快点再去把握吧